这三年来办了近两百场新婚夫妻的婚礼 但其实我目前是不能结婚的 每天在完成别人心目中的完美婚礼 我一直很尽心尽力 也许是把自己心里面的缺憾 投射在新人身上 我们也不是对结婚没有期待 只是暂时不行 我们把心目中的完美婚礼献给他们 然后看到他们经历完美婚礼的样子 就像自己结婚一样 对于每场婚礼来说 我都会当做像自己的婚礼一样 当我们完成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激动 可能是把我们自己内心很深沉的一些 愿景愿望之后投射在美玉队的新人身上 还是希望说自己有一场梦想中的婚礼 我相信它一定会成真 如果说要把自己的兴趣当做自己的事业的话 希望说能够每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工作 而不是为了只是赚钱而已 创立公司之后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 传达给我公司每一个员工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的工作 千万不要让自己过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从18岁的时候开始创业 其实我创业了四次 前三四公司都倒了 曾经穷到已经没有钱吃饭 也不好意思再跟家人借钱 在家里的角落的地上 找找看有没有掉下来零钱 我只是想要买一个面包吃 说起来很难堪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最辛苦的时候 这我回老家去我家卖饼 有稳定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最后竟然就留一张纸条 然后就连夜潜逃回到台北 就是为了要完成自己的信念 那个时候啊 在服装秀当了美术总监 被蔡依林的舞蹈老师看到我的作品 他问我要不要接演唱会 我想说机会来了 接着在一年以内 我接了阿妹、Jolin 然后SHE、陈彦芝、新晓喜 一场一场接着一场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人生好像比较顺 可是其实还是一直在赔钱 差不多赔了两百多万 后来就只好任命的还债 到姐姐的公司上班 一直在赚钱还钱赚钱还钱 八九年我才把我整个负债还清 有时候我就把我姐姐的公司买下来 我想要再去台北 因为我觉得我准备好了 这一次我觉得我做得不错 一路真的是从什么都没有 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 建构出来到自己这边 另外要特别特别特别谢谢 是一个 对 大姐 我自己的姐姐 那次有位新娘突然和我说 她不要结婚了 我倒抽一口气 我问她说是不是要退订 没想到她竟然跟我讲说 不用 我保留到 我遇到下一个对的人 这些认可不只是对我 也是对新娘 自己对爱情的一个信任 不会因为失败受伤而退却 很酷很勇敢 你万一步的那个程度 要当虽然不知道